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来到了 Piplus 看一下这个有七千年历史的小镇 到底是怎样的 尤其是四年后也是红月的 今天就是昨天 昨天晚上我们走过的那个 特别欲修环抱的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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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两个人 我的确定 我来到这里 绝对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来过 哇 又来到一个开阔的平台区 看一下这下面的风景 去小虎应该是迪巴嫩的 他们拿身份证是不需要花钱的 我们就要花八千当地币 之后就是四十块钱的样子 这个就是整个的 比布罗斯的城的一个结果 这边是一个古城区 包括你看这些遗址部分 古城区的部分应该是在 在这个后面 这里一部分 然后这个是整个的海岸线 再往前走 到我指的那里应该就是 贝尔鲁特 也是迪巴嫩的首都 在他的最大的这个高塔的正中间 八百年前 想一下八百年前 这里坐满了当地的士兵 大家一起来谈论军事 召望一下远处的海军 其他国家有没有过来侵战 站在这里就有一种将军的气概啊 你想想看当时的那种感觉 然后全部下去 一片繁黄 可是现在都只有 残烟断瓦了 唉 有人想象吗 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儿 我们接着再往上走 这次来说 比方才会影响 比方的温暖 我ée 吃惊零 在那里 我对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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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现在最高点 这就是整个地布洛斯坪 五层有一片都是 他是一个泥巴顿的小哥哥 然后他一定要让我给他拍一些视频 What's your name man? My name is Ali You are the soldier here right? You are perfect cool man 我帮他拍点视频然后发给他 古城堡一日游就此结束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日本的这个城堡和在德国呀 或者是欧洲国家的还不一样 第一历史特别久远 第二有那种沧桑的感觉 我觉得你看他这个窗子 这个在整个的石头份中 那个石头有多深 我连一个手都不兜 都不止一个手的石头 所以以前其实在工程的时候 是靠这种一些炮池 一些特别大的铁块 铁块上的 他必须把这个 石头做的尖 那个词怎么说呢 嗯 就是特别坚固的城堡才行 所以说应该会有 这么厚的大石头 你看一下这个石头一块 有多长 有多宽 那个时候没有水泥 只能靠这种大型的 一些土夯啊 或者石头一块一块的把它搭起来 在这一块里面 是有多少块的小石头组成的 用一种联合性的东西 把把石头全部 放在一起 所以我 我不是很懂 但是 想一下八百年前哦 八百年前 他们已经修建了这么 坚固的防御 尼巴嫩确实是一个 特别历史悠久的 一个古国和中国一样 虽然我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 尼巴嫩呢是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我把这个放下四千年 感谢观看